好 來看到今天最新的訊息 根據了中天快點TV網站 所掌握最新的消息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今天宣布了 國內新增了六萬四千 九百七十二例的本土確診的個案 雖然是比昨天略少了一些 但是卻新增了 有四十一例的死亡個案 這可以說是創下了疫情爆發以來的新高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四十一例的死亡個案當中 全數都是五十歲以上的患者 而其中有二十一個人 沒有打過疫苗 在今天的本土確診的個案當中 分佈案例最多的還是在北部地區 分別是新北市的兩萬兩千四百八十三例 臺北市有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三例 另外桃園市也有九千四百三十四例 現在目前快篩陽性 視同是確診 這樣的新制度已經上路 只是目前只有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還有居家檢疫 這三類的人適用 新北市長侯友宜在今天就呼籲中央 是不是循這個模式 放寬到一般的民眾 如果可行的話就要趕快做 但是今天陳時中則是反問說 為什麼要做什麼用 而且還強調說會有限制人生的自由 醫療責任歸屬的問題 他說不是快就好 來聽聽他是怎麼回應 侯市長說前面快篩 同確診 不要只有這三類人 那想問一下中央無法實行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同意的原因是什麼 我問說那為什麼呢 要做什麼用 因為他講說就是這樣子做的話 才才能夠比較快速 快速確診 或者快速投藥 或快速隔離治療 那你限制了人生的自由 這裡面會有7%到15%的人是偽陽性 那事後在法律上面 你沒有在他確診的時候 確定他是一個需要被隔離治療的人 而把他隔離治療 這樣的一個行政上的處分 是否過當 這是第一個要去思考 這個問題 第二是快速給藥 那同樣的有7%到15% 他不是確診的病人 他是不需要服藥的 那這些EUA的藥物 在不確定他確定的病人 確定的一個病人的情況之下 你給藥了 那發生了副作用 那這醫療的責任是誰要來付 這都是要需要去考慮的問題 不是一句話說 四同這樣就可以 那沒有有四同希望的 要快速治療的人好 可是對於不是的人 那就被不當的限制人身自由 那吃藥有效果的很好 那不需要吃藥的人 而吃的藥產生的副作用 那誰要負責任 這有醫療責任歸所的問題 所以這是需要思考的 不是快就好 珍愛陳時中的思考邏輯 大家聽得懂嗎 因為針對快篩陽性是同確診 只適用於居家隔離 自主防疫跟居家檢疫這三類的人 所以侯友宜他就喊話中央 要擴大來群體適用 但是我剛聽到了陳時中 他說會有未陽性的問題 而且區隔有行政不當的問題 新北市長侯友宜他又再度的反向 他說快篩世紀不會挑人吧 不都有未陽性的問題嗎 來聽侯友宜他怎麼回應 既然這三類可以做 在所有相關的配套上都沒有問題 那相對的擴大適用範圍 也應該沒有問題 至於陳法長說的 因為怕有偽陽性的問題 我也不了解快篩世紀 應該不會挑人吧 及格者也有偽陽性的問題 那擴大一般的對象也有偽陽性的問題 這同樣都有偽陽性的問題 所以快篩世紀不會挑及格者 就沒有偽陽性 挑一般人就有偽陽性 至於法定的問題 那三類都可以做了 那為什麼其他的對象 也一樣有同樣這樣的問題 為什麼不能做 中央在整個解釋上 肯不肯願意放寬認定 前線在中央 請中央快速的去解決這個問題 未來只有解決這個問題 讓我們的醫事人員 在採檢的量能上 可以大幅減少 回頭過來鎖住中重症的醫療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目標 所以我們大家要一起努力 也請中央既然那三類可以 其他的對象 當然如果比照這樣 也應該是可以 如果有餘力 中央就要去克服 在今天新增的 六萬四千九百七十二例的本土個案 其中有四十一例是死亡 超越了去年三級警戒 創下了歷史上的新高 現在有不少民眾 肝冒風險到篩檢站去做比較準確的PCR檢測 但是現在卻傳出來 警官署主命鄧如秀 他在快篩陽性之後做了PCR檢測 但是他不用像一般的民眾去排隊 排個數個小時 而是安排的專案直接送到了四聯一中心院區 插隊採檢 體檢在插隊直接送到CDC昆陽實驗室 台北市衛生局在今天上午就說明了 他說這個案子是疾管署來電話 請北市衛生局協助的 但是這算不算是特權呢 我們要請大家一起動動你的手指頭 來回應一下 你覺得是特權的話 我們在聊天室加777一把火 真的是很多人都覺得心中一把火了 因為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萬美玲就說 這個事情到底是不是特權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就跟陳時中之前所說的 我有快篩劑不用排隊一樣的 這高官有快篩劑不用排隊 做PCR檢測也不用排隊 難怪這些高官不知道人民的百姓辛苦 萬美玲他也算說 臺北市衛生局好像 你也不用這麼怕中央吧 我們就來看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在今天澄清了 他說主任秘書本身是指揮中心的行政組 的副組長 兼任代理組長 所以接下來的活動 還有行程都會接觸到很多的重要的幹部 所以才會必須 馬上要知道裁檢的結果 指揮中心說 他們並不是濫用特權 來聽他們怎麼說 關於這個CDC的主密的狀況 北市衛生局已經回應說 機關書考量主密是 指揮中心 行政協調的這個重要幹部 可不可以幫我們再 再詳細的說明一下 因為主任秘書那時候 接下來有一些的行程 有一些的活動 那會接觸到一些 可能會接觸到一些相關 我們重要的一些的幹部 那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我們真的是有極需要 那知道他的一個檢驗的結果 那是拜託 那個 拜託 台北市這部分 那來做一個採檢的一個動作 那本身的 我們自己就來做進行檢驗 那這是因為 那因為他接觸 他現在是 我們指揮中心 行政組的副組長兼組長 所以說接觸的事情 其實是蠻多的 而且指揮中心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大家都生氣了 好多的七七七 真的是一把火 難道這不叫特權嗎 來看到現在有很多人 都是確診的情況 今天又新增了六萬多例 今天公佈的新增 還有中重症的個案 其中有五十二例是重症的 有一個很特殊的案子 他是二十多歲的孕婦 他本身也沒有慢性病史 也還沒有接種過疫苗 但是他在自然產的當天 突然大出血 而且合併的休克 呼吸窮迫 經過了採檢之後 確認是感染的新冠肺炎 還送到了家戶病房 使用呼吸器 今天比較特殊的重症個案 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一位產婦 那他是自然生產 那就是懷孕之後 自然生產 寶寶已經誕生之後 但是因為產後合併 有這個大出血的一個情形 那有出血產生休克 以及呼吸窘迫的一個狀況 所以從這個婦產科的診所 轉院到這個醫院去繼續的救治 那到醫院之後再採檢就 PCR陽性 確診為這個新冠病毒感染 不過跟他這個產後的出血 休克等等 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 這個還有大概進一步的一個釐清 那目前是因為有這個出血後 需要住院治療的狀況 那有一些呼吸上的困難 所以在家病房使用呼吸器 不過經過治療之後 狀況應該算是穩定 還在持續的治療當中 那這一位是未曾接種過疫苗的 睡不好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照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